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著作外景师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么从这一讲开始 我们讲第15章持有待兽的非流动资产 持有待兽的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这是根据我们42号准则改写的一章内容 难度属于适中的 只要大家把握着它的原理性的东西 没问题 对于这一章 仍然依照惯例 给大家进行个简单的考证分析 这张重点阐述的就是持有待兽 待是等待 兽是出售 等待出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的计量和猎豹 包括我们终止经营猎豹等相关内容 所以大家要重点掌握持有待兽的 非流动资产处置组的计量 还有终止经营的判断机猎豹 这一块内容 终止经营这块一般都是客观题 而这两年持有待兽这块主要是在主观题 尤其是结合着插索更正来出题进行考核 相对来讲还属于比较重要的一章 这是这一章的考证分析 这张教材今年出了进行部分文字的修订 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 我就不再给大家单说了 这一章的基本框架结构 一 二 一共就两节的那种 第一节就是专门讲持有待兽 可能是持有待兽的非流动资产 可能是持有待兽的处置组 包括三个标题 分类 计量 猎豹 而终止经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定义和猎豹 最后讲了一些特殊事项的猎豹 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是这一章的基本框架结构 就两节内容 该说的都说完了 那下边我们正式开始讲解第一节 持有待兽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标题一叫持有待兽类别的分类 我们先看款一 持有待兽类别分类的基本要求 啥意思 你在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我就可以把您老人家称之为持有待兽类别 所以他这有一个分类的原则 企业主要 为啥说主要 我们后边讲长期股权投资 你会知道 比如说我对子公司的投资 我并不是一次 或者说每次都让你百分之百全卖了 你对子公司的投资 只要你卖到放空了 我就认为你满足持有待兽类别的划分条件 可能你百分之八十卖了 百分之六十还有百分之二十 但是大部分都卖了 那我就满足了主要通过出售 而非持续使用一项非流动资产 或者处置组收回其账面价值的 应当将其划分为持有待兽类别 所以在这我给大家展示个图 一定要记彻一个口 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 并不是百分之百 但你主要通过出售 而不是通过持续使用 收回一项非流动资产 和处置组的账面价值 我就可以把你划分为持有待兽类别 这就是它的分类原则 那么在这有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处置组 什么叫处置组 送您三个字就是大杂烩 啥意思 如果我打算把一项非流动资产 比如说我这次打算卖的是一项固定资产 或者我这次打算卖的是一项无形资产 这叫持有待兽的非流动资产 但是有可能 我这次打算卖的是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里边包含各种各样的资产 包含各种各样的负债 甚至还可能包含商业 这种大杂烩 我作为整体通过出售和其他方式 一并处置的一组资产 以及在该交易中转让的 与这些资产直接相关的负债 甚至可能包含商业 我就把它整体叫处置组 我说清楚了吗 所以处置组里边的成分非常复杂 在这我提示一下 处置组既然说它的成分复杂 它可能包含任何的资产 那会计从流动性上来说 任何的资产不就是两类 一个是流动资产 一个是非流动资产吗 也包含任何的负债 也就是一个流动负债 一个是非流动负债 另外按照第八号准则 资产减值的规定 我们处置组有可能还包括 分摊给它的什么生育 所以我说处置组是大杂烩 我貌似没说错吧 处置组的成分非常复杂 那么第二个 企业不应当因持有代售的 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仍在产生零星的收入 而不将其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比如说 我今天已经铁了心跟别人签合同了 五月一日 我打算把这固定资产卖了 但是真正进行交割的时候 是八月一日办理交接手续 可能在这三个月当中 我这固定资产仍然我在使用 仍然在运转 仍然在产生运营收入 但是那个收入在我眼里是一个零星收入 我主要赚取的钱 还是在八月一日办理交接手续师 你给我那一大笔收价 才是我要的钱 所以哪怕我仍然在使用 哪怕我仍然产生零星收入 我也仍然是主要通过出售 收回其账面价值 而不是靠你这些零星收入在过日子 所以我们依然把它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能最后说一句话 可以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仍然可能产生零星收入 就等一句话 没了 那么第二个 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持有就是现在还在我手里 待等待售出售 就是现在还在我手里 但是打算等待出售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叫做持有代售类别 可能是一项非流动资产 可能是成分复杂的处置组 但它同时要满足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 如果我是你 我会把它背起来 如果我是你 我会把它背起来 将来考试他会问 我应该不应该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理由是什么 你就答这两个条件 哪两个条件 第一 从状态上来说 可立即出售 不用拖泥带水 这是从状态上来说 那我们怎么判断 比如说你现在卖房子 按照惯例来说 别人买房子 到达什么状态 就算可立即出售 你也按照这个标准去判断就可以了 当然了 可立即出售 最起码我要求你具有出售的意图和能力 您压根这个非流动资产 您压根这处置组都没有打算办 您能叫可立即出售吗 不能 在这里边就有个简台词 所谓的可立即出售 您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 别人买房子 做好了哪些准备工作 你卖房子也应该做好这些准备工作 才能叫可立即出售 所以可立即出售 是按照惯例去判断的 您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 而且您自己就有出售的意图和能力 当然这儿的出售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比如说我不是卖了 我就是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或者我就是把这东西进行债务充足了 在我们这儿也可以把它叫做出售 所以出售可以是真的卖了 得到钱 也可以拿这东西换物了 也可以拿这东西还债了 在这儿都叫出售 这叫可立即出售 那么第二个 出售极可能发生 除了一个状态 我们还要强调一个可能性 这三个条件 您就是类吐鞋也要给我背起来 缺一不可 第一 谁打算卖这个东西 我 我叫什么 企业 企业已经就一项出售计划 做出决议 说的通俗一点 我已经铁了心了 我就打算把这东西卖出去 是不是也吻合了这儿 具有出售的意图和能力 第二 站在您的角度来说 我跟您已经签合同了 我已经获得了您确定的购买承诺 我已经签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购买协议 这是我们所说第二个 第一我先下决心 第二我跟您签合同了 第三预计这个出售将在一年内完成 后边你会发现就因为它在一年内完成 它的资产就划分为流动资产 它的负债划分为流动负债 原因就在这儿 一年内我会把这东西给卖了 所以这两个条件 你要划分为持有代出类别 可立即出售 这个不用再说强调一种状态 然后第二个出售即可能发生 第一您企业已经就一项出售计划 做出决议 您下了决心 第二您已经找到下家了 您跟他签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购买协议 获得了确定的承诺 第三出售即可能在一年内完成 今天签协议 只要不是今天交割 又满足这些条件 我们就把它叫做持有代售 比如说五月一日签协议 我八月一日才交割 至少这个资产在这三个月 我们把它叫做持有代售类别 是这个意思 那要八月一日交接手续完成了 就没有持有代售类别了 因为我的东西已经卖出去了 这个一定要背下 说起来容易 可离籍出售 出售即可能发生 但是我们还是要判断 比如说例15-1 它就是让你判断 你是不是符合可离籍出售 也就是让你判断 你是不是符合第一个条件 您的核心词就两个字 惯例 别人买东西达到什么状态 你也达到什么状态 就叫满足可离籍出售 否则就不满足 我们看例15-1 它说企业在X市区繁华地带 拥有一栋办公大楼 企业的主要业务部门 均在该大楼内办公 由于发展战略发生改变 企业这计划整体搬迁至外事 企业这一域企业 还是签订了办公大楼的转让合同 附带约定条款 它给了两种情形 你要判断一下哪一种情形 满足了第一个条件 可立即出售 哪一种条件 没有满足第一个条件 情形一 且这将在腾空办公大楼后 将其交付给解H 且腾空办公大楼所需的时间 是正常的 且符合交易管理 任何人卖房子 是不是都希望下家 给他留几天腾房的时间呀 对 满足管理 他就满足了可立即出售 所以他只是常规的时间 即使当前我们 且这代办公大楼尚未腾空 并不影响我判断 他满足可立即出售 换句话说 只要你腾房的时间 是常规的 并且是具有一定的惯例 我就从现在 就可以判断 你满足了第一个条件 可立即出售 如果你在满足了第二个条件 出售即可能发生 我就从现在 把这个办公大楼 叫持有代求类别 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看清醒二 企业这将在外市 兴建的新办公大楼 竣工前 具体使用现有的办公大楼 竣工后将 X市大楼交付企业S 任何一家卖办公大楼 都得先等新楼竣工后吗 不是 您这不符合惯例 至少 现在 您没有满足可立即出售这个条件 您没有满足第一个条件 而我要求的是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您才能划分为持有代求类别 至少 现在 您不符合持有代求类别的划分条件 啥事就符合了 就是等将来您竣工了 您说我稍微腾两天房子 我就走 那时候符合惯例的时候 您才能满足状态 可立即出售 我想我就说清楚了 那么例15-2 还是判断是不是可立即出售的 我们看一下 他说由于企业F经营范围发生改变 企业计划将生产地产品的全套生产线出售 那么企业F上有一批积压的 未完成的客户订单 这买一个雷 就看他这个没有完成的订单 他要如何处理 情形一 企业F决定在出售生产线的同时 将尚未完成的客户订单 一并移交给买方 谁买我的生产线 我可以马上把这生产线拱手让给你 我连这订单都送给你 那是不是我现在就应该满足了可立即出售的条件 没错 因为出售时我是把未完成的客户订单一并移交给你 我不会阻碍你生产线的转让时间 所以现在我就认为我满足了可立即出售的条件 这只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你还要签协议承诺在一年内完成 你就可以划分为持有代仇类比 那么再看第二种情形 企业F决定在完成所积压的客户订单后 再将生产线转让给买方 坏菜了 是所有的单位卖生产线都得把积压的订单完成再卖吗 不是 至少现在 在你完成所有积压的客户订单前 你没有满足可立即出售这个状态 您不符合持有代仇类别的划分条件 啥事就符合了 你完成了客户订单的那一刻 往后 你就算可立即出售 在除了判断状态 在判断可能性 不就可以划分为持有代仇类别了 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 延长一年期限的例外条款 这是啥意思 我不怕麻烦 我再跟你说一下 就是我现在呀 手里有东西叫持有 我打算把它卖出去叫代仇 所以我们把这个持有代仇的非流动资产和持有代仇的处置组给它笼统的称之为持有代仇类别 我说清楚了吗 这个持有代仇类别呀 换句话说 你从哪一刻可以直接堂尔皇之的叫持有代仇类别 你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哪两个条件 第一 我是从状态上去判断 您的状态要满足可立即出售的状态 别人卖东西达到什么状态 你卖东西也达到什么状态就可以 所以我们是从交易的惯例上去判断 我们前面两道题都是在判断可立即出售 另外我还要从可能性上去判断 就是我们所说的出售极可能 极可能发生 这个出售极可能发生 它又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缺一不可 第一 站在我企业的角度来说 我已经是就一项出售做出了什么协议 第二 站在你客户的角度来说 我已经跟你签议协议 我已经获得了什么确定的承诺 这个获得了确定的承诺 是一种冠冕瘫痪的说法 最正规的说法是 我已经跟你客户签订了不可撤销的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那么第三个就是出售 在一年内完成 一年内完成 现在尴尬了 我当时状态已经满足了可立即出售 然后我也满足了出售极可能发生 当时我跟你签协议的时候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是5月1日跟你签的协议 在签协议这一天 我状态满足了可立即出售 我可能性满足了出售极可能发生 我就在这一天把它改名叫持有代出类别 原来咱们俩签的协议是什么呢 比如说8月1日 打算办交接手续 那是不是从签协议这一天之后 比如说我原来打算卖的是一项固定资产 他现在就在5月1日要改名 改名叫持有代售资产 那么这一段时间 我是不是都叫持有代售的什么类别 对 那么当时我承诺时 这个出售在一年内什么完成 但是最后由于有些原因 出售在一年内 比如说已经到了第二年的4月30 我依然没有完成 那貌似是不是就违背这一条了 对 那我现在就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我还能不能叫持有代售类别 也就是一年内没有完成交接手续 一年之后 我还能不能继续叫持有代售类别 还是我要把持有代售类别 这个名字再改回叫固定资产 他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延长一年期限的例外情况 就这个意思 由于企业发生了一些企业 卖方无法控制的原因 可能导致出售未能在一年内完成 你不就违背了可能性这个第三个条件吗 那你还能不能继续叫持有代售类别 还是先给他暂时改名回去叫固定资产 那我要区分的一个条件就是 你是不是关联方交易 假如说你是母公司 对方是子公司 你想把这东西卖给你的子公司 这不是关联方交易吗 如果你们俩一年内没有完成交接手续 对不起 我不允许放松一年的期限条件 那不放松还能咋着 您不能再叫持有代售类别 您给我改名叫固定资产 将来你满足条件 你可以再改名叫持有代售类别 但是只要够了一年 你没有完成交接 必须给我改名回来叫固定资产 不能继续叫持有代售类别 但如果我是非关联方交易 我跟买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们俩不是关联方交易 而且我有充分证据表明 站在我的角度 我虽然没有在一年之内把这东西交接给您 我仍然承诺出售这个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我的决心没有任何变化 哪怕超过一年了 我允许放松一年的期限 我可以继续将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实际这个意思是啥意思 是正个意思 比如说我准备把一项固定资产卖给您 咱们最晚是不是一年内必须交接完成呀 对 由于不是我卖方能控制的一些原因 导致这个东西一年内没有交接给您 我用不用把名字改回来不用 我可以继续踏踏实实的叫持有代售类别 直到我把这东西转让给您 这就是一种特殊情况 但前提条件发生了企业无法控制的什么原因 那现在问题来了 企业无法控制的原因有什么 有两个方面 您听好了 如果是企业无法控制的原因 加上非关联方交易 加上非关联方交易 哪怕你已经超过一年了 没有转让出去 你依然可以叫做持有代售类别 你依然可以维持原持有代售类别的分类 我想我就说清楚了 这个企业无法控制的原因 跟我卖方企业没关系 比如说第一个一百设定调节 我不是说了吗 跟卖方跟我企业没关系 一定是您对家买方 或者是其他方 反正不是我企业自己意外的设定 导致出售延期的条款 他设定了延期的条款 站在我企业的角度 我也没有秀赏旁观 我已经及时采取了措施 而且预计能够自设定导致出售延期的条件 一年内顺利化解延期因素 我依然可以踏实实的叫持有代售类别 能举个例子吗 可以 比如说我明确的告诉你 我想把一项固定资产卖给你 当时签协议的时候是我们所说的一月一日 我打算交接的手续是不是最晚 可以是你年呀 对 我就讲个极端情况 我本来打算 本来打算 我是在12月31日把这个固定资产办理交接手续 把这固定资产给你 但是都已经到了12月29号了 您作为下家 您作为买方 您突然告诉我我们单位要搬迁 我们单位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暂时的设备你别给我运了 运到我这 我还得把别的东西搬走 我还得把这个东西搬走 那么你可以延迟给我交货 这不就是买方意外设定的条件吗 我企业知道了 我马上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而且从我知道12月29号 如果你给我算到原来的交接手续的时间 是不是只有两天了 不是 那么整个的我可以往后给你延 但是我要保证往后延的最长期限 我要在一年内化解这个延期的手续 比如说这是2021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我最晚最晚我要保证2022年的 比如说12月28号 我要能把这东西交给您 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这一段本来就叫持有代受类别 对 然后我虽然超过一年到12月31日已经到期了 我可以继续叫持有代受类别 直到我把这东西给您 我持有代受类别才从账上消掉 你看整个的持有代受类别几乎叫了两年 对吧 就这意思 所以大家记住 一定是我们所谓的企业无法控制的原因 加上非关联方交易才允许这样延期 您别错了就可以 那么第二个发生罕见情况 这个罕见情况主要是不可抗力引发的情况 宏观经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等不可控的情况 条件依然是有的 我在最初一年内已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我后来重新满足了持有代受类别的划分条件 那么这时候这两种情况我依然可以叫持有代受类别 就是明明一年内没有交接完 我可以继续踏踏踏实实的叫持有代受类别 直到我真正的交接完 前提条件你企业不能袖手盘观 前提条件是企业无法控制的原因加非关联方交易才可以 这些都是客观题 能知道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说的企业无法控制的两方面 原意 然后我们看第15-3 协议计划将整套钢铁生产厂房和设备出售给企业F E和F不存在关联关系 那如果出现企业无法控制的原因 我是可以延期的 对吧 对 双方已于2017年9月16日签订了转让协议 画个图 2017年9月16日签订了转让协议 那么如果签了协议 大家想一下 我先判断你的状态是不是可离机出售 如果状态没问题 我再判断可能性是不是出售即可能发生 我已经获得了确定的购买承诺 我企业也已经下定决心了 如果出售将在一年内完成 我所有条件都满足 我是不是从这一天开始 我就可以把它划分为持有代说类别了 对 那么他给了几种情形 情形一 企业E也就是这个卖方 不知晓土地污染情况 在2017年11月6日 企业F在对生产厂方和设备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污染 并要求企业E进行补救 企业E立即着手进行什么采取措施 并预计于2018年10月底 比如说10月31日 那么环境污染问题成功得到整治 你看 如果真的从先协议那天开始算 一直算到2018年10月31日 是不是已经超过一年了 表面上违背了出售将在一年内完成这个条件 那我还能不能叫持有代出类别 我们看看他的分析 在签订转让协议前买卖双方并不知晓 影响交易进度的环境污染问题 属于符合延长一年期限的例外事项 为什么符合 第一是企业无法控制的原因 加非关联方交易 所以他才符合 而且你是在2017年11月6日发现的 从发生意外到你能够完成 只要你能在一年内化解就可以了 前边有多长时间跟我没关系 只要你从这能在一年内化解就可以了 往下看 在2017年11月6日发现延期事项以后 企业预计将在一年内消除延期因素 结论是什么 我不是从2017年9月6日已经叫持有代出类别了吗 直到转让出去 明明时间超过一年了 整个的这段时间 我依然可以叫持有代出类别 前提条件是 非关联方交易家企业无法控制的原因 其实还要加一个条件 就是一年内化解延期的因素 所以他符合手带手类别的条件 我们看清清二 企业已知晓土地污染情况 在转让合同中附带条款 承诺将自2017年10月1日起开展污染清除工作 清除工作 预计将持续八个月 您要知晓能说企业无法控制的原因吗 不能 您没有满足企业无法控制的原因 您凭什么跟我说意外设定条件 凭什么跟我说延期 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 污染得到整治前 其实你不是没有满足第二个条件 你根本没有满足可立即出售的状态 所以不符合化分为持有代出类别的条件 很容易理解 再看情形三 企业已知晓土地污染情况 那么在协议中标明 协议不承担清除污染的义务 并在确定转让价格时考虑了该污染因素 啥意思 我提议不是要买东西吗 对 我知道土地污染 我也会告诉你 我现在卖的就是残次品 你现在买不买 买 现在就达到了可立即出售这个条件 另外 预计转让将在九个月内完成 我根本没有延期这回事 状态 我满足了可立即出售 可能性 我签了协议了 我也下了决心了 我也将在一年内出售 所有条件都满足 那我就可以从签协议之日起 我可以划分为持有代出类别 就这个意思 所以你可以整治 整治之前就不能算 但是你也可以直接卖参次品 谁说的不允许卖参次品 这就是情形三 三种完全不同的状态 有的满足持有代出类别条件 有的不满足 你要精准的进行判断 我们看历史五刚四 企业A 你将移动原字用的写字楼转让 于20某七年12月6日 与企业B签订了方谈转让协议 画个图 20某七年12月6日 我签订了方谈转让协议 预计将于十个月内完成 整个的期限是十个月 那么假定该写字楼 签订协议当日符合 划分为持有代出类别的条件 我已经满足了可立即出售 出售极可能发生 是不是从现在开始 我就应该改名叫持有代出类别了 对 十个月之后 我把东西卖出去 我把持有代售的资产从我账上消掉 20某八年发生全球的金融危机 换个词 企业无法控制的原因 市场状况迅速恶化 房地产价格大跌 结币认为原协议价格过高 决定放弃购买 并于20某八年9月21日 马上就该交接了 那么他按照协议 约定交纳了违约金 那是不是我现在就变成一个两难的经济 我没有下架了 我没有买方了 我是不是还能叫持有代出类别 往下说 您从这一天知道 对方决定放弃购买的时候 您只要作为企业 A没有袖手旁观 您只要是继续采取措施 化解协议将在一年内完成 你依然可以踏踏实实的 叫持有代出类别 企业A决定在考虑市场状况变化的基础上 降低写字楼的售件 并积极开展市场营销 我企业A并没有袖手旁观 并约2058年12月1日慢点 我是9月21日开始知道这件事 我是不是只要在一年内化解就可以了 对 我实际到2058年12月1日 我多有本事 不到仨月 我就把这件事化解了 然后预期AC重新签订了房产转让协议 预计将在9个月内完成 这9个月是从2058年12月1日再往后9个月 对吧 你看前边到这儿是10个月 实际没等到10个月 前边人家违约了 后边我一年内化解了 化解之后9个月内完成 这个跨度远远超过 出售将在一年内完成 对吧 但是A企业和B企业不存在关联关系 这时我可以一直把这个资产叫吃肉代售类别 可能叫吃肉代售类别的时间远远超过一年 没关系 我仍然可以将该资产继续划分为吃肉代售类别 一定要注意 是企业无法控制的原因 加上非关联交易 加上企业一定要努力而不能袖手旁观 通常要在一年内化解这种阻碍因素 这些条件全满足 您从第一次签协议那天 您从第一次叫吃肉代售类别那天 一直可以继续叫吃肉代售类别 我们看一下它的分析 企业A企业B之间的方产转让交易 未能在一年内完成 原因是市场恶化 买方违约的罕见事项 扣个大帽子 企业无法控制的原因 再将该写字楼划分为吃肉代售类别的最初一年内 我知道了情况 我马上就采取行动 我企业A已经重新签订转让协议 并预计将在2058年12月1日开始的一年内完成 是不是使写字楼重新符合了吃肉代售类别的划分条件 所以企业A仍然可以将该资产继续划分为吃肉代售类别 就这个意思 第三个 对不起 我没有满足条件 我没本事 我原来划分为吃肉代售类别 后来它不满足条件了 就是不再继续符合划分条件的处理 先看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是全部不符合 持有代售的非流通资产和处置组 不再继续满足吃肉代售类别划分条件 本来我打算一年内完成 但是对方破产了 这个东西他不要了 那我还能要吃肉代售类别呢 这时我想了想 算了 这个东西我甭办了 我自己拿回来接着用吧 这时候就不再满足吃肉代售类别的划分条件 也不应当继续将其划分为吃肉代售类别 这是全部的 我都拿回来自己用 但是还有一种是部分的 啥意思 就是如果一部分资产和负债 从吃肉代售的处置组中移除 如果处置组中剩余的资产负债 新组成的那个小的处置组仍然满足吃肉代售类别划分条件 且应当将新组成的处置组划分为吃肉代售类别 否则我就应该将满足吃肉代售类别划分条件的非流动资产单独划分为吃肉代售类别 啥意思 是正的意思 比如说我原来是个大杂会 是一个处置组 我整体化分为吃肉代售类别了 后来呢 由于某些原因 有些东西我不打算骂了 对方也不要了 那这时候 这些东西我把它挪出来 比如说挪出了一本资产 挪出了一本负债 它就不能叫吃肉代售了 它该叫固定资产 叫固定资产 该叫无形资产 叫无形资产 该叫应付账款 叫应付账款 那么剩下的 我依然画阴影的部分 继续组成一个新的小的处置组 我依然可以把它叫做吃肉代售类别 那么有可能我摘出的资产和负债太多了 我剩下来的 我突然有一天发现 只剩一项固定资产了 那还能叫处置组吗 不能 我就把这一项固定资产 划分为吃肉代售类别 就可以了 剩一撮把一撮划分为吃肉代售类别 剩一个把一个划分为吃肉代售类别 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谁符合把谁划分为吃肉代售类别 谁不符合从吃肉代售改名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这些 这就是特殊情况 我想我就说清楚了 我们直接看例15纲5 假设在例15纲4中 企业A尽管降低了写字楼售价 并积极开展市场营销 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买价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没有及时化解 虽然你努力了 写字楼不再符合吃肉代售类别 划分条件 企业A被迫根据实际情况 就应该重新将该写字楼改名 改回去固定资产 如果你把写字楼打算出租 直接可以改名叫投资性房地产 反正你不能再叫持有代售资产 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例15纲5 那么括号是某些特定的 持有代售类别分类的具体应用 他讲了三种情况 这三种情况 您老人家一定要非常熟悉 先说第一个 专为转售而取得的 非流动资产和处置所 啥意思 我从外边买了一项固定资产 买那天甚至买之前 我就知道这项固定资产 我从来没打算自己留着用 我一定等涨价了 哗我就把它卖出去 这不就是买进来再卖出去吗 这种专为转售而取得的 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你后边会发现一个条件 我已经是专为转售而取得的 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买进来的时候 别人符合了可利基状态 到我手里边 是不是我可以认为 他立即满足了一个可利基出售的状态 没错 他肯定就满足 别人能买给我 我接手了 说明他当时已经符合惯例 满足了可利基出售的状态 第一个条件满足了 第二个 我们再判断一下什么是不是出售极可能发生 而出售是不是极可能发生不是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吗 哪三个条件 第一 企业已经就一向出售 制定了相应的计划或做出决议 我现在明确的跟你说 我一定是买进来就打算卖出去的 这条是不是也满足了 对 那么第二条 如果我今天买进来 我找到下架了 我满足第二条 如果我没找到下架 我是不是还没有获得确定的购买承诺呀 对 我给您画个方框 至少在买进来这东西这一天 我还没有满足这个条件 但是因为我专为转售而取得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那我是不是满足了出售将在一年内完成这个条件呢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我们看条件 对于企业专为转售而新取得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如果同时满足了下列 两个条件 如果在取得日满足预计出售将在一年内完成的规定条件 啥意思 我今天买进来了 我今天就可以断言 凭着我的本事 凭着我的意志 我这一项买进来的资产 一年内我肯定能卖出去 这时候我是不是就满足了出售将在一年内完成这个条件 那有点太可惜了 可立即出售这个条件我满足了 出售即可能发生企业就一项出售做出决议我满足了 如果我在满足了预计出售将在一年内完成这个条件 我唯一没满足的就是我还没有找到下家 我还没有签协议 对不对 对 如果我能确定短期 比如说通常三个月内很可能满足 划分为持有代说类别的条件 就正一点小瑕疵 我暂时没有找到下家 你想我是专门为转售而出售 我天天就是去寻找下家 我可能找不到吗 不可能 哪怕就有这一点小瑕疵 我仍然认为你就在取得日 满足了持有代说类别的划分条件 我不用等到你找到下家 我不用等到你签订了不可撤销的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我就在今天你买进来这个资产的时候 取得日 我将你划分为持有代说类别 我始终在说 我们企业会计准则是讲道理的 这些条件我一个个给你分析了 没问题吧 所以专为转售而取得的 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是在取得日将其划分为持有代说类别 不再难说 第二个 持有代售的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把这样的长期股权投资分为两类 一类是你能够实施控制 换个词 也就是对子公司的投资 一类是你能实施共同控制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重大影响 是不是相当于是我们所说的核营企业 或者是什么 联营企业 有人说你怎么把长头的范围三种情况都说了 对 长头不就核算这三种情况吗 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 对子公司的投资 我们先看第一种 对子公司的投资 你要听清楚 我现在打算把这长头卖了 是不是只要我打算卖 我就跟持有代售类别沾边了 不是 他的要求很简单 当时持有代售类别的划分条件明确的说 企业主要通过出售 而非持续使用收回其账面价值 如果你想跟持有代售沾边 我的要求非常简单 面对对子公司的投资 你一定要卖到丧库 啥意思 比如说80%的股权 如果我卖了60% 我就会问你一句话 灵魂拷问 你丧空了吗 如果丧空了 哪怕你还持有20%的股权 你依然可以叫持有代售类别 但是 再举两个例子 如果我80%的股权 我全卖了 我剩余的持股比例只是零 我不管你有没有剩余的非控制性权 意性投资 我只问你一句话 丧空了吗 丧空了 不就是丧之控制权吗 这时候 你是跟持有代售类别沾边的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我80%的股权 我卖了10% 还有多少 70% 我问你丧空了吗 没有 哪怕你打算卖 也跟持有代售一毛钱的边都不沾 那有人说对子公司的投资 打算出售 怎么跟持有代售沾边了 您听好了 如果 我给你举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您听好了 如果你是2022年1月1日签的协议 你就在今天签协议这天 你办了交接手续 在这种情况下 你跟持有代售一毛钱边不沾 持有代售一定是签协议的时间 跟办理交接手续的时间间隔很长 但是又不能超过一年 这种才能跟持有代售沾边 那么下边咱们看第二种情况 是不是间隔时间很长就 一定跟持有代售沾边也未必 比如说 我可能2022年的1月1日 我已经跟对方签协议了 我原来80%的股权 我打算卖10% 我还剩70% 可能我打算卖这10%呀 办事比较拖拖拉拉 我是2022年1月1日就签协议了 可能我到2022年 比如说10月31日 我才办理交接手续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这段时间是不是 我这对于这10%来说 我手里拿着的 但是我已经打算卖了 我能不能在这段时间 把它叫持有代售 不能 你的时间再长 也不能叫持有代售 持有代售一定是 您确实卖股权 确实签协议的时间 跟办理交接的时间很长 但是不超过一年 我还要满足一个条件 您必须丧控 才能叫持有代售 那有人说不叫持有代售 怎么着 怎么都不怎么着 您虽然签协议了 在这时候 您还叫长期股权投资 直到您办理交接手续的时候 您才给我做借银行存款 待长期股权投资 消掉10% 到几投资收益 跟持有代售 一毛钱边都不沾 听明白了吗 这是第二种情况 那如果第三种情况 是怎么回事呢 很简单 第三种情况 如果我告诉你 我是2022年1月1日 我明确告诉你 我是签协议了 我到2022年10月31日 我才办理交接手续 那我问你 你原来持有的股权是多少 80% 你打算卖多少 70% 还剩多少 10% 我不管你是不是剩下了 全疫情投资 只要你告诉我 如果我把这70%卖了 我将会散控 那好 你就跟持有代售 沾边 你看 第一 您得散控 第二 您签协议跟办理交接手续 时间比较长 那你就跟持有代售 沾边了 怎么沾边 在1月1日 您就不能再叫长期股权投资了 您就要改名 改名叫什么 对于长期股权投资不是资产吗 你就应该改名叫持有代售资产 然后到2022年10月31日 你把它卖了 你就会借银行存款 带持有代售资产 倒计投资收益 没了 所以你看 你跟持有代售沾边 您从满足持有代售类别条件 通常签协议那天 你就改名叫持有代售资产 如果你跟持有代售不沾边 哪怕签协议你还叫长期股权投资 直到卖了 你才销掉长期股权投资 那现在问题来了 我打算卖70% 我只是把我手里所有的长头 只是把70%改名叫持有代售资产 我打算留下来那10% 继续叫长期股权投资吗 不是 这就是我们正要讲的中间 往下看 有些情况下 企业出售对子公司投资 但并不丧失对其控制权 没有三控 别跟我谈持有代售类别 没脸 企业不应当将你出售的部分 对子公司投资 或子公司的整体 整体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你还是叫长期股权投资 绝不能改名 什么时卖了 什么时候给我把长期股权投资 消掉 到底投资收益 就这个意思 只要你没丧库 哪怕你签协议的时间 跟交接手续的时间 有间隔 也不能跟持有代售 沾边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具体看一下 你出售部分的处理 那现在这研究的一定是什么 丧库 一定是三库 假如说我80%的股权 我假如说打算在八个月后卖70% 我还剩10%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这80%的股权呀 我当时是从外边买来的 贷银行存款8000万 借长期股权投资 借长期股权投资8000万 这8000万的股权是80%的全部金额 能听懂吗 我现在打算卖70% 您不是说只要丧空了 您就可以从签协议那天 给他改名吗 那是把这8000万都改名 还是8000万当中的80% 分之70% 也就是7%改名 我们往下看 且因出售对子公司的投资 等原因导致其丧失 对子公司的控制权 无论企业是否保留 非控制性的权益性投资 应该在你出售的子公司投资 满足持有代售类别划分条件时 满足持有代售类别的 什么划分条件 状态是可立即出售 可能性是出售即可能发生 出售即可能发生 满周企业已经就一项出售 做出协议 企业已经获得了确定的购买承诺 出售将在一年内完成 那我现在所有的条件 是不是都满足 我就在这一天 要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那我现在有研究的是 我是把这80%全改名 叫持有代售类别 还是把其中的7% 打算卖的那部分 改名叫持有代售类别 在这 个别财务报本数 我是不是母公司 对呀 我的长头 我投资你 我才会青城长头了 将对子公司投资 整体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而不是仅将你处置的投资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我冤枉 你活该 我明明持股80% 但是我现在明明打算 只卖70% 受这70%的牵连 我在2022年1月1日满足持有代售类别时 我依然要全部把这8000万全都改名 要持有代售资产 然后长期股权投资 还有吗 没了 是把这8000万全部改名叫持有代售类别 也就是持有代售资产 我不是只是把打算卖的那70%再改名 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是大家特别特别容易错的 千万别错了 这是个别财务保表 好 往下说 我既然平时能持有你80%的股权 我能对你控制 我叫母公司 你叫子公司 对吧 那么将来咱们俩是母股子公司 是不是要编合并保表 对 编合并保表 我会把母公司所有的数据抓到这张大白纸上 我会把子公司所有的数据抓到这张大白纸上 我这么说你福气吧 对 那么将来在合并报表上 等我把子公司所有的数据抓过来的时候 是不是就等于把子公司所有的资产抓过来了 对 是不是把子公司所有的负债抓过来了 对 那好 我明明只持股你80% 但我依然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我会把你所有的资产笼统的加在一起起个名 我给你叫持有代售资产 我把你所有的负债笼统的起个名 叫持有代售负债 整体你所有的资产和负债都在我的合并报表上 所有资产改名叫持有代售资产 所有负债改名叫持有代售负债 而不是仅仅将你处置的投资对应的资产和负债划分为持有代售类 你看这就是规矩 我明明仅仅打算卖70% 但是我把80%这种的长投在满足持有代售类别的条件时 全都改名叫持有代售类别 对于这个长期股权投资不就持有代售资产吗 但在合并报表上 我不管我将来还持有你多少 我也不管我现在持有你多少 我会把你从个别报表抓过来所有资产 笼统的叫持有代售资产 把从子公司个别报表抓过所有负债 笼统的叫持有代售资产 就这个意思 但是我想说一句话 无论对子公司的投资是否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有人说咋还有是否划分 你要卖的丧控了跟持有代售类别沾边 你卖的没丧控跟持有代售类别不沾边 但是不论你是不是跟持有代售类别沾边 站在你企业 换个词 母公司的角度 你始终应该按照我们所说的 33号准则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 确定合并范围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啥意思 是正个意思 我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去年有人在这一直在问 我假公司持有乙公司 80%的股权 比如说我签协议跟办理交接手续的时间可能间隔的比较长 可能间隔的比较长 那好 如果我80%打算我只卖15% 我还剩65% 我没有三控 没有三控 那好 个别报表怎么做 首先 个别报表 无需改名 你还叫长期股权投资 什么时候卖了 你在这就给我踏踏实实的做一笔 借银行存款 销掉长期股权投资 15% 倒计投资收益 就可以了 个别报表 在这 从1月1日到交接手续完成之日 还叫长期股权投资 无需改名 而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上来说 你现在是不是还没卖呀 比如说10月31日之前 我要编合并报表 倚公司是不是依然叫的是我的子公司 对呀 一天没卖 一天是我的子公司 我只是打算卖 判断合并范围的时候 跟打不打算卖 没有一毛钱关系 只要在10月31日这件事没成真之前 我依然叫倚公司是我的子公司 我依然把它纳入合并范围 能听懂吗 只不过 在这种没有丧控的情况下 没有丧控的情况下 我倚公司抓过来的是各项的资产 倚公司抓过来的是各项的负债 该怎么抵怎么抵 跟吃我带说一毛钱边不招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如果我80% 我打算卖75% 只剩5% 丧控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一月一日 我满足了持有代售 类别的划分条件 好 个别报表 从你满足持有代售 类别划分条件的时候 你要做一件事 就是改名 怎么改名 把这80%的长期股权投资 全都给我消掉 改名叫 比如说持有代售资产 全部改名 而不是今打算卖了那个75% 打算卖的75%改名 另外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上 您必须承认一件事 承认什么 10月31日之前 我再打算卖 我再铁了心 他没卖出去呢 法律上 在10月31日之前 还承认乙公司是我的子公司 那么我在10月31日之前 依然会把乙公司纳入 合并范围 也就说 只要我一天没有交接手续 一天没有控制权转移 乙公司在我眼里 依然是我的子公司 我依然正常纳入合并范围 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 将来站在合并报表 我会把乙公司抓过来的所有的资产 可能有很多项 我笼统的在合并报表 给他称之为持有代手资产 我会把子公司抓过的负债 很多项笼统的称之为持有代手负债 能听明白吗 那有人说这个数呢 在后边第27章 抵权一时自动就抵没了 你不用理他 只是这样有点区别 把他所有资产就叫持有代手资产 把他所有负债就叫持有代手负债 将来在你合并报表的项目上 就个持有代手资产 就是子公司的所有资产 就个持有代手负债 就是子公司的所有负债 就这个意思 这块内容我想我就说清楚了 第二个 保留的部分权益性投资 我80%打算卖75% 我还剩5% 我要区别两种情况推大 你再是两种情况推大 您听好了 在交接手续办理完成之前 他踏踏实实的要持有代手 类别 是交接手续办理完成之后 真的已经给了人家75%了 我想问你交接手续之后的这5% 如何处理 是这个意思 那么如果你剩余的股权 能够施加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 我们可以把它认为 从成本法转权益法 进行会计处理 如果你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重大影响 比如说你这5%是三无 那我就把它改名叫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我按照金融工具确认 计量准则的规定 进行会计处理 同理 合并报表 依然按照合并报表的规矩来 合并报表啥规矩 从这个点 你办理交接手续之后 它已经丧失控制权了 我们合并报表 三控会有特殊的规定 第27章第10节 一节都在学这些特殊业务 第27章一定会让你醉成梦死 刻骨明晰 因为它很难 我就先说到这 那么看完这个内容 我们看2020年的一道多选题 甲公司持有乙公司80%的股权 能够对乙公司实施控制 2019年12月20日 甲公司与无关联关系的丙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你将所持有的乙公司的60%的股权转让给丙公司 转让后 甲公司将丧失对乙公司的控制 这是不是可能就跟吃药呆转里边沾边了 对 但能够对乙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他说预计2019年12月3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上述股权转让尚未完成 甲公司预计将在三个月内完成 那三个月内就是1月2月3月 到2010年的3月 比如说20号完成 那么是不是我满足了所有的条件 什么是满足的 他给了个甲定 甲定甲公司所持乙公司股权投资 在2019年12月31日 我满足了划分为受代仇类别条件 哪个点满足是不是在哪个点就要改名啊 对 我是打算把这卖的60%改名吗 不是 80%的长头全改名 而且合并报表一天没有真正丧控 一天会把这个乙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只不过我会把乙公司所有的资产 所有的负债分别改名叫持有代数资产 持有代数类别 这个改名是在合并报表 叫持有代数资产 持有代数负债 就这个意思 我们往下看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来关系假公司会计处理的表书中 错误的是自满足化分为持有代数类别条件起 不再将乙公司纳入2019年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大错特错 哪天真的办理交捐手续 哪天真的丧控了 哪天往后才不纳入合并范围 在这之前一直要纳入合并范围 第二 在2019年12月31日个别财务报表中 将所持有的乙公司80%的所有股权投资 在哪个项目中劣势 您不是说个别财务报表吗 我要改名叫持有代数类别 肯定不是这个项目 第三个 在2019年12月31日个别财务报表中 将所持乙公司60% 那不是打算卖的那部分吗 在持有代数资产项目中劣势错了 80%全都改名叫持有代数资产 然后将所持有的乙公司20%的股权投资 在长期股权投资劣势错 80%全都要改名叫持有代数资产 全都劣势在个别财务报表中 持有代数资产项目里边 它既是会计科目 也是报表项目 第四个 在2019年12月31日 合并财务报表 将所持有的乙公司60%的股权错了 不是打算卖的那部分 是整体的股权价值 全都把它的资产 劣势在持有代数资产 把子公司的负债劣势在持有代数负债 而您现在明明在说和平报表 您告诉我只是把股权投资劣势 坦定不对 错的太离谱了 我的股权投资在第27当底权一时就停没了 所以这道题问你错误的是 显然ABCD四个选项全都是什么错误的 后边有注释 我不怕麻烦 我再说一遍 你满足了持有代数类别划分条件 在你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 你要把对子公司投资80%所有的股权 都划分为持有代数类别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跟股权投资没关系 因为股权投资你底权一底白了 你是把子公司的所有资产 所有负债 全都给它划分为持有代数类别 划分为持有代数资产 持有代数负债 而不是我们所说的 把股权投资划分 就这个意思 能听懂就可以了 这块内容我就给大家讲到这 第一种情况 也就是这子公司的投资 一定是放空 才可能跟持有代数类别沾边 你没上库 第一个别报表不改名 第二合并报表的合并范围没有影响 子公司的资产负债没有影响 就可以了 那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